欢迎来到月亮说,除了庆余年二外,其实还有很多爆款剧的续作也将陆续开播了,而且大部分依旧延续了原班人马,月亮小编不会胡编乱吹哦。 以下绝对是真真切切将开播的续作,小编还把这些爆款续集做成了最高人气排行榜,TOP10,像是张若云的雪中汗刀行二人气只排第六,而将在暑期档播出的长香丝二排上了第二名。 而人气冠军让无数男性观众痴迷,更惊喜的是,还有最强悬疑天花版的续作也将开播,连定义新武侠的少年歌行也将推出了第二季,一起来看看吧。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10,郭麒麟,宋毅主演的坠续第二季。 坠续的第二季是今年4月才正式启动的哦,这让苦等了三年的网友们激动不已,纷纷表示这三年来总算等到了,虽然过期林长得很不咋低,但演技却丝毫不差。 第一季作为黑马剧,虽然没有流量主演,但全程都凭着轻松幽默的剧情,还及家国情怀,江湖恩怨于一身,既有刺激的反转,也有幽默诽谐的画风,更有感人至深的情节。 这才最终大获网友好评,而如今第二季依旧是郭麒麟与宋毅原班人马主演,那么能否超越第一季呢?这也是很难说,总之,第一季的精彩程度至今令人难以忘怀,江浩尘意外穿越至五巢,化身为命义,并成为苏塔儿的坠续,他凭借现代智慧,助苏家腾飞,最终成为首富。 期待第二季中,这位坠续和宋毅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新故事呢?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9》,王子齐,苏晓彤主演的《御刺小舞座》第二季。 明察秋毫,掌管刑御。 楚楚出自五座世家,经常用一些不通寻常,却有奇效的法子。 王爷,你惨喽,你心里有人呢。 这一部也是今年一月备案,三月正式启动,第一季可是在豆瓣上获得了8.0的高分哦。 最高还达到过8.3,这都直接逼近莲花楼的评分了,而且他的投资规模很小,还没什么大咖和流量助力,仅凭严谨的剧情和讨喜的人设而成功出圈。 成为当时2021年的黑马剧,连微博热搜也被罢评过哦,尤其是王子齐的表现,当时她的古装造型也算挺惊艳的,加上行云流水的打戏,完美演绎出这个角色的沉稳,睿智,缜密。 而女主苏晓彤也凭借着自身清新脱俗的气质和风趣幽默的表演,让无数网友感受到楚楚这个角色的浪漫可爱。 这次的第二季还会有徐正希、王赫润来客串,将继续讲述楚楚与安郡王萧锦鱼携手探案,延续前作的优点,并加入更多精彩悬疑元素,只不过最快也得2025年开播了,希望她能够再次掀起一股探案热潮。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8,周亦然,张玉希主演的《斗罗大陆》第二季。 没了肖战的《斗罗大陆》,人气竟然还能排在第八名呢,其实大部分热播剧要出续集,基本上还会沿用原版人马主演,而这一部估计是请不起如今的顶流肖战了。 改成了周亦然与张玉希主演的全新阵容,配角还包含了陈牧驰、许家琪以及孔雪儿等人。 而尽管动漫版的热度比剧版的要高很多,但剧版也是有优势的,节奏会更紧凑一些。 目前剧组释出的角色定装照来看,在颜值上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周亦然饰演的唐三看上去有些气场不足,而张玉希饰演的女主小五,估计会是第二季最大的看点,小编感觉至少会比吴轩宜要演得好。 斗罗大陆第二季主要讲述了全国高级魂师学院精英赛决赛后,唐三与小伙伴们惜别,他们约定五年后再聚首,随即分头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唐三跟随父亲来到隐秘山谷特训,在父亲的帮助下,唐三能成熟地面对更多挑战。 然而此时此刻,五魂殿比比东暗中布局,横扫宗门,妄图称霸斗罗大陆。 于是,唐三召集伙伴们创立唐门,坚定扛起了重任。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 7》《谭剑刺》,金世佳主演的《裂罪图鉴》第二季。 你要知道,正是因为这部《烈罪图鉴》,才让谭剑刺有了拍摄《长相思》的机会哦。 而自从谭剑刺在《长相思》爆火后,这次《裂罪图鉴》的第二季绝对会比之前更加火热。 目前该剧已于三月开机,2025年开播,而这一次依旧是少有的无女主设定。 就像是莲花楼那样,大家都在认真办案,专心做自己该做的,就没有爱情限什么事。 第二,凭借着精彩烧脑的剧情和丰满的人设,以及大胆创新的画像师为切入点,俘获了一众网友的芳心,也有网友直言《裂罪图鉴》能火。 70%靠剧本、剧情人设以及节奏把控,30%才是靠谭剑刺和金世佳两人的默契配合。 而这次第二季将成绩灰色显影化见人心的这一故事内核,继续拆解人性谜题。 为《裂罪案真凶》,期待为观众奉上一幕幕精彩刺激的裂罪大戏。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6》,张若云主演的《雪中汗刀行》第二季。 这部《雪中汗刀行》也是已经过去三年时间了,虽然目前还没有正式启动,但第二季的人气也排上了第六名,真不愧是张若云的古装剧啊。 而这一次原班人马会像庆余年的第二季那样,整体回归几乎是不可能了。 但不管是胡军饰演的徐霄,还是张天爱饰演的南宫蒲叶,都令人惊艳。 哪怕是戏份不多的高伟光饰演的陈之鲍都让观众们十分喜爱,大家无需担心,这几位依旧还在。 而更幸运的是,比更西饰演的江泥大概率要被换掉了,之前就有一大批原著粉反映,比更西真心不太适合。 有个小道消息或许由邓恩西来演这个江泥,而且据传,刘雨宁也会来加盟哦。 而《雪中汗刀行》第二季的主线剧情将是徐凤年离开辅助,独自踏上提升舞蹈的征程。 他将前往北莽,挑战二品高手六人,金刚境界高手三人,以及只玄境界一人。 这一行的目的是魔力自己的误导,此次北莽之行,没有死时贴身保护,一旦遭遇危险,无人能够及时救援,大家敬请期待吧。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5》,李鸿逸,敖瑞鹏主演的少年歌行第二季《南明里火》。 有的是能及可见举你性的独裁。 我的金刚破裂,金刚不坏,我打得你人生去灭。 《仙武侠定义的少年歌行》也出续集了,人气直接来到了榜单第五名。 第一季可是达到了8.3的高分哦,而第二季近期也要准备开机了。 也同样大部分是原班人马,小编最近得知《招雪露杀青后的敖瑞鹏》, 也即将进入《少年歌行2》的剧组,但唯一遗憾的是刘学义缺席。 由于第二季并未出现任何天外天的新线索,也就是说,整个故事的设定不会有无新的情节, 因此刘学义暂时无法回归。 大好消息是,加盟了个刘与宁。 宁哥可真的是每个剧组到处跑呀。 据透露,第二季新篇章将会让肖瑟等人走出北梨,前往南爵, 再度卷入黄泉的争夺漩涡中,使得原本平静的《少年江湖》再起波澜的故事。 其实,《少年歌行》还会出第三季哦, 第二季《难鸣离火》的结局也会为第三季《云龙风虎》这个新篇章埋下伏笔。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4》,杨旭文,杨志刚主演的《唐朝鬼事录》第二季西行片。 这一部不用多说,第二季早在去年9月就已经杀青了, 过不了多久马上就能开播。 《唐朝鬼事录》在2022年同样被誉为黑马的古装探案剧, 尽管两人也同样不是什么流量明星, 就凭借剧情精彩,节奏紧凑,探案逻辑合理, 演员的演技也在线,最终让网友们越追越上头。 而且,第一季的豆瓣分数就高达7.7分。 当时第一季播完后,官方直接就宣布要制作第二季的好消息, 同样由原班人马出演。 而且,第二季将推出40集,并分成9个故事。 对于剧情,小编也介绍过多次了,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之第二季的质量会比第一季还要好上数倍哦,一起期待吧。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3》,拍月明, 王龙正主演的《白夜追凶》第二季《白夜破晓》。 这一部可是比《青鱼年》还要过分, 第二季直接是时隔七年杳无音讯, 这一次终于要确定将在明年开播了, 因此人气直接飙升到第三名,要知道。 第一季可是在豆瓣上开出了高达8.9的高分哦。 网友们直接把《白夜追凶》视为了悬疑剧的最强天花板。 而第二季《白夜破晓》虽然大部分还是原班人马主演, 但导演却换了人,这让网友们纷纷担心。 小编还是那句话, 大家对续集的期待别有太高的期望, 要保持跟新剧一样来看待, 不然最后一定会失望。 这部《白夜破晓》延续了《白夜追凶》的故事, 从一桩灭门惨案出发, 以《光红风》、《光红与双胞胎兄弟》为主角, 由不同的案件出发, 最后逐步接近真相的故事。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 2》, 杨子、张婉逸,谭剑次主演的《长相思》第二季。 这一部也不用多说, 大家在今年《黄金属期》当等着吧, 人气排上第二名也是名副其实, 流量是真的很大, 杨子也是直接一次捧红了三位男主, 这放眼过去, 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女演员或哪部剧能够做到, 同时还在豆瓣上开出了7.8的高分。 而第二季小编敢说, 精彩程度绝对不亚于第一季, 或许会开出更高的评分, 只是剧情被砍了很多, 令小编极其不满意, 但好在经典名场面都还在。 总之,请大家准备好纸巾, 等着被虐哭吧, 到时候咱们一起来聊聊有多虐,嘿嘿。 人气最高的爆款续作《Top 1》, 张星成,张婉逸主演的《狼牙榜》第三季。 我以苏哲之名刚到京城时, 有许多人都问我, 我是谁, 很快他们就有了答案。 但他换了名字, 亦了容貌, 我还是认出了他。 霓虹对于我而言, 终究和他人不同。 所有续集的人气冠军, 就是这部《狼牙榜》系列的续作了, 由于有大批男性观众涌入了进来, 人气总和直接飙升到了第一名, 不得不说, 狼牙榜第一季第二季, 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一个9.4分, 一个8.4, 而第三季的消息, 如今也终于获得了证实, 估计将于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正式开机, 有概率将会是张婉毅与张新成双男主搭档, 但目前还未正式官宣, 不过制作团队还是由正午阳光打造, 依旧是咱们熟悉的海燕老师当编剧, 孔生大导演亲自坐镇, 再加上孙莫龙和刘宏远两位导演联手指导, 这也真是个大手笔啊。 第三季《与狼牙榜》和《狼牙榜之风起长林》一脉相承, 世界观统一,构建了磅礴而浪漫的《狼牙榜宇宙》, 同样将《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 而与我诈与儒雅风流相结合, 讲述了在内忧外患的燕国, 狼牙高手唐盛与汉海王拓白一和, 从对峙到最终为了天下苍生而携手共进的故事, 相信又会是一部诚意之作。 好了小伙伴们, 以上续作《小编最期待狼牙榜3》、《长相思2》、 还有《雪中汗刀行2》以及《少年歌行》的第二季《男明离火》, 你呢? 把最期待的三部在评论区写下来哦!